咬到你的位置 各位 灰殼花 天竺師 雨傘絕 咬到我剩下 真的嗎 你看清楚喔 看哪裡 看什麼都 看什麼都 看出來嗎 上面三個 不是 大家都拟 拟就假的嘛 拟龜殼花 這叫青蛇 這叫白棉花 你看那天真的叫什麼 拟龜殼花 青蛛絲跟雨傘絕 上面那三位 沒有防疫能力 演化出一個什麼 騙我的鬼 他們沒有毒 他是要去模擬 底下那個毒蛇希望不要被亂放他死 很不信的 他都能被亂放他死 所以同樣的問題 基地台電池波 剛剛陪他那邊的問題 沒有 但是都輸了一個 就沒辦法死 這時候我們最大霸底 基地台被念的時候 天文瓦斯除夕潮 都被他罵得要死 跟這三個反面可信這樣 所以民眾自得全力 更重要的是你要執政能力 這三個看得差不多啊 換至於怎樣嗎 一樣打死了 他才看得不清楚 你根本得到他 然後跟他打死 那三個反面 民眾自得 自得能力 所以未來 我們的社會主要 資訊智慧的城市 智慧地球 我們各的手機 用的AA多 你會用到很多 我們現在智慧手機 做智慧交通 智慧的醫療 公安安全 或知名的服務 智慧的教育 遠端教育 或是什麼 可以承鄉的落差 或蠻的減少 從最早在微軟 後來要做網路開始 像肺炎地區 都開始網路的教育 所以這種的 資訊化社會 未來一定要走的一條路 包括用手機 包括面板 也會拉推 智慧的公共識 包括我們現在 用電腦視訊系統 來做各種的監控 有的路燈 底下 包括可以做充電 讓你的氣力可以充電 這些一個共用程式 共用的特色 叫智慧程式 另外家裡面 叫智慧家居 當天 有的智慧照明 以後這個燈光 顏色改變了 以後這個燈光 白天的時候 它像是白光 到了 你慢慢到 黃昏的時候變成黃光 你就知道什麼 說五十八下課回家 以後不斷看手錶 這是有智慧程式的變化 但是共用的關鍵 你要所謂要有通訊設備 這通訊設備怎麼辦 要有智慧程式的建造 過程面 要有通訊設備 能夠walk 能夠動 能夠工作 那所謂要有機器台 沒有機器台 只有這免台 這免台 所以未來的物聯網的世界 一個手機可以控制所有的家電產品 所以沒有手機 現在大概很難想像 所以我家開門家講什麼 老共打台灣 先把電力公司打垮 就沒有電 沒有電 他就沒辦法上網 然後他一個禮拜以後 台灣年輕人死掉一半 沒辦法上網 無聊死了 就死掉一半 所以打台灣年輕人打 假如我這個公司打 就把台電力打垮 打垮 他沒有電 他就沒辦法上網 他就無聊死了 還有爆發這個東西 像最近去年開始 你賣什麼 四位手錶對不對 碗錶 當然如果是為了健康 那沒辦法 我可以測試你的血壓 心跳 這不是壞事 他拿這個來看畫面 他拜託 字那麼小有用嗎 他能夠按 男生的手這麼粗對不對 按不準的人知道嗎 按不準 更重要一件事情 在大陸去測量 這個的電磁波 比各位的手機來的大 來的大 各位檔案裡面有這麼一頁 這個電磁波比手要的大 所以建議大家 不要給小朋友 用這個東西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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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大家知道的 還有人啊 現在用手用到什麼 過分的 下面的人 人手一隻 人媽在那裡偷夢 拜託 小吉亞娃 到這個地步 手已經賣到第一裡面去了 人家都要用 人家都要用 所以 各位手用太多了 到這個地方不用去拜 人家都要打電話去 好 謝謝